大家好,我是TRAP.O,欢迎收看TRAP.Channel 这是第三集 你们已经学会怎样开店 怎样大致上看整个系统是怎样的 现在我教你们怎样加产品 这个商品方面我会分成两个部分 怎样加一个新的商品 第二个部分是教你们怎样看你的产品 快速加上产品和产品 第一个我们先添加商品 我相信你们已经准备好你们的照片全部了 照片我要提醒大家 之前我们去上传我们的照片 我们要先看一下左边这个填写建议 所以现在新的版本的Shopee 有一点点像Lazada 所以他已经会跟你讲他们要什么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 大家都只是看那个星星什么 不知道它的minimum requirement 所以现在要跟你讲 填加至少三个场图片 所以图片呢 可以看到这边也是写得很清楚 比例为1比1 最大是两个MB 比较避免用过多的水印 等等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demo 给你们看 让我们看 为什么我们上传不到 因为我们的pixel size没有640 640 所以今天我就教你们 如果你没有designer的情况下 怎样快速到640 你看你的照片 再按 右边 再按 开 再按 再按 我不是很建议你们这样做啦 但如果你真的没有designer 你想要快点上传的话 你可以这样做 pixel 640 640 OK就OK了 但 我会建议你们放至少700 等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讲700 我们先放640 所以一次demo给你们看 现在我们就可以上载 3个照片上去就好了 如果你要放长的照片的话 你也可以点击3比4的图片 这个是for你的Shopee Video 或者Shopee Live 可以看到人家手机 可以看到比较长 OK 还是要你添加视频 视频呢 你最多是30MB 你的时长最少要10秒 你不要问我 为什么我下载不到 因为很有可能你的视频不到10秒 最多60秒 最少少也要10秒 OK MP4系列的 我们做好好了 这边你可以拉长拉短 你看啊 我要弄少过10秒是弄不到的 OK 最少要10秒 OK 商品名字 Shopee呢 是有AI的 所以你只要填好你的商品名称 我有一个视频会教你们 怎样去做你的这个 Product SEO 所以来说你看啊 我在Angle Grinder for Meat Mid Loaf Whatever is 他就知道 OK 这个是脚肉机 所以记得啊 现在新的Shopee的版本 不像以前 以前我们是尽量填满120个 现在的Shopee呢 要你做25-100 他们不要你maximize 120 所以有几个贴士要跟你说 前面跟后面都不可以有Space 因为你有空格的话 它是会Error的 填好了 然后它就让你知道你对的类别 记得Category一定要放的对 不要放的错 放的错 它会带你去荷兰 所以你的商品名称 Mid Loaf Random 它至少要你有100个字 过最少一个照片 OK 所以我们一直写吧 最少100个字 这个照片呢 我就让你知道为什么 你不能下载的 看到吗 它的Mid Loaf 里面也是要700 也是要60 所以如果你懒惰 你要用回你上面的照片 放在你的这个 网络 description呢 一样的道理 你去开回去 你要发哦 你只需要Open with 这是懒惰的做法啦 我不建议你们这样做 我建议你们做的Proper了 你懒惰随便做 买家也随便不给你买的 很正常的东西吧 OK Unsafe 就可以了 也是一个可以 两个可以 另外一个按钮 调好了 OK 这就是你的产品 所以就做好了 第三个 说你的说明 就是你的 attribute 品牌 尽量不要放No Brand 因为现在很多brand都在里面了 如果你里面真的没有你的brand 你只要点击加你的brand 加你的品牌进去 需要一点时间啦 如果你是认真做生意的话 你一定可以把你的品牌放进去 或者你是resale 刚好那个brand不在的话 打进去 放你的product照片下去 放它的logo 是什么 还有网站 放网站 跟Shopee讲这是什么product 放好过后呢 就可以出现在这里里面了 尽量啊 能填多少就填多少 尽量填满它 为什么呢 因为Shopee这个algorithm 也要把对的产品 给对的买家看到了 你填的越多 Shopee就更加了解你的产品 来更加准确的版业产品 带给准确的客户 这是一个winwin的 所以尽量填满它 有信心的话是必填 做下一个就是放你的 你这样销售的资料 位格是variation 这一张问题是卖衣服 variation第一个是最好是用 分类颜色跟你的size 我们在shopee是可以分两种 两个规格的variation 记得规格如果你放一个照片 全部都要放照片 你要买就不放照片 你要买就全部放照片 这个demo我就完全不要放照片了 如果那些全部的价格一样 你就可以以这种规格表 一次过全部套用 全部有300个 不过商品货号呢 这个是unique sku的 unique sku呢 你一定要是unique的 你不可以同一个的 因为这个是要方便你的 包围人员或者他们系统里面 traceback你的product 谁对谁 等下我会给你做一个demo 这边呢可以做set this to ship for relation 什么叫set this to ship for relation呢 所以打比方 你有一些货 刚好这个size s的红色 你卖完了 你又想要做生意 也要继续卖吗 所以你可以放14天 你需要14天的preorder date 也就是每天就放14天 这样子你就可以也 卖这些东西 也可以继续卖红色的小儿菜 但是要紧缺啊 因为如果14天你没有卖到的话 就会中本autipoint 但是也不要全部这样子开 因为你如果要preferred seller的话 这个preorder有一个percentage 好像是稍后5% 如果没有记错了 然后这个最低购买量 这最低购买量也不是每个人都有 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啦 最低购买量大多数是给那些 要玩marketing strategy 可能还要丢价 所以你买一个的话我会亏钱 最想要买两个 或者有些人是因为他们卖bundle的 但是他要用那个价钱的吸引人 所以他可以放很便宜50cent 现在呢你最想要买5个 所以就是2块半 这种方式最少一定要买多少 所以最高购买量呢 这个是给那种卖大量的产品 那比方电视机 然后你卖便宜 Google eat 是供给你买多多 2-3个你怎样记 所以你可以设定一个最高购买量 每份订单最多可以买一个 或者你可以放每一个时段 例如是你做promotion 最高购买量 他只能买一个 在多少天内只能买 在7天内最多可以买一个 就只能买一个 因为我NPQ5 所以来说有NPQ5 7天内最多买5个 批发价 什么叫批发价呢 就是叫hoseal price 现在你可以用批发价 因为你全部价格一样 但是如果你有里面的 variation的价格 有一些不一样 你是完全不可以用批发价 所以我就开动给你们看 什么叫批发价 例如你最少买的1个到50个 这价钱会更便宜20块 所以51到100个 是18块 所以他会有系统帮你做 他帮你算到完 哦 因为我的NPQ5 所以最少要放 关系统的area 因为多过5 你买5个吧 你也使用普通价钱 你多过5 6个以上 他就便宜20块 接下来这个 你们可能会没有看过 这是一个新的啦 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啦 它有点像Lazada 你每一个variation 都可以有这几个字的重量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 他要玩 一个三个五个来拉顾客 但是以前只能放 一个的体积跟重量 如果顾客刚好买5个的话 你又放一个的体积重量的话 这样你不是要亏运数费 但是如果你直接放5个的体积的话 这样你顾客不是要给更多益 除非当然我们可以多赚吧 会影响到顾客觉得我们的东西变贵 所以有这个就非常好 这个我们可以每个产品都填写 它们自己的variation 它自己的重量 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 我们是会不会overcharge 或者undercharge顾客咯 如果你填的话 你就全部要填到完咯 填完了 然后你要选择你的产品是危险的 还是不是危险的 那都是是否 所以运费呢 你填好了 你看到吗 它去帮你自动算 所以你的运费 那个小的4.9 大的是5.6 所以你就自己 你要开了一个就开了一个 因为这个什么都有到完 因为这个复口什么都有 所以你如果是用seller own free的话 你可以自己设定运费 你要算50块也好 30块也好 或者你要给fri shipping 又打狗狗就可以 你套上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呢 看你的东西是你的preorder 所以如果没有preorder 是两天内发货 所以如果你刚才 我们有开这个disk to ship的话 我开disk to ship 我需要14天发货 那个是by relation 它就automatic 如果我是这边开的话 是automatic 全部都给我preorder 这个新产品二手产品 就这边选 这是你的main SKU 所以信用卡分期付款 我的建议是打开 为什么呢 信用卡分期付款 我会跟你们分享过了 如果你开cdisk to ship的话 你是不需要还transaction fee的 所以我在这个的时候 三个月也是一样 是2.16%买 所以很乐而不为 反正你都是要给的这笔钱 但是如果你卖的是贵的东西 如果你要给顾客开到36个月的话 这样你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不要讲 阿王不是讲免费 没有cdisk to ship 免费是因为你给的钱 现在transaction fee 跟你给cdisk to ship 3个月是一模一样 你每周6个月 12个月 18个月 他会一夜搞 这个你们去看我之前 跟你们分享的视频 那边有很仔细让你们知道了 然后填写3个月就好了 确认所有东西好的话 如果没有问题 你按储存并上架就OK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 还有一个红色 error 你点进去那边 就会让你知道 是什么东西要改 所以part1就到这边为止 我再给你们仔细的分享我的商品里面 怎样快速的去看你其他的东西 我们下期见 拜拜